由聯邦自由黨國會議員馬海率領的跨黨派國會議員代表團 一行十人抵達台灣訪問 馬海表示要向台灣學習對抗中國的干預 梁超明的報導 今次訪台的國會議員包括聯邦保守黨和新民主黨外交事務發言人 莊文浩和Heather McPherson等人 他們今天拜會台灣立法院受到院長尤石坤歡迎 率團的聯邦自由黨國會議員馬海John McKay表示 要向台灣就抵抗中國干預取經 立法院長尤石坤就感謝加拿大對台灣一直以來的支持 加拿大是理念相近 雙方共享自由民主價值 共同捍衛以延遲法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加拿大國會代表團將台灣訪問一星期 期間還將拜會總統蔡英文和副總統賴清德 並與商界及非政府組織代表會面 還會參觀國立故宮博物園和信益博物館正在展出的 加拿大原住民藝術展等 加拿大